throttle 歡迎大家收看 靖茵挑剔看樓團 既然要帶大家看樓 又怎會少得我們的澳洲樓市專家 白靖茵小姐 spottycia 你好 Is còn laie Hello Yoy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無論是自住還是投資 你能買一層樓 當然也希望一層樓升值 但我們又不是先知 不會預測到未來 到底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我們知道 其實有哪些地區有發展的潛力 其實也有少許提示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有兩位大哥可以跟隨一下 一位是政府 看看他的基建在哪裏 另一位是大發展商 因為作為一個小市民 未必會跟得很貼 但大發展商 往往就要看政府 其實在哪裏他會落物 他便會開始在那裏投資 買地 亦開始規劃他一個大的建築項目 那些就是 將來會有一個好的未來 但可能現在便會較為便宜的地方 即是我應該跟著政府 跟著大發展商來行戶 他便跟著我 即是那個地方 譬如有政府的基建 或者大發展商買地 大家是否可以想想 或者留意多些 絕對是 譬如我住在北區 或者住在我很認識的 Hertsville 或者Burwood 我當然會在那裏買 很多人的心態會是 買回自己很熟悉的地方 但如果那個區已經非常成熟 價位亦頗高的話 不是說你今天買不買得起 而是反過來 當你翌日想出來翻賣的話 那你賣的時候 接你的貨的人 他可能亦都會有 差不多的財政能力 才可以做到 是嗎 但如果我們反過來說 剛才當作40萬 50萬的一些價位的 樓盤 樓盤 到你翌日拿出去 買的話 接你的貨的人 都還是很輕鬆的 那接下來政府 有沒有說會重點 發展哪些地區 或者區域呢 大家都應該很嘗試 會聽到 我們在Sydney 是有三個CBD的 第一個是 Sydney City的CBD 第二個是 Paramatta 第三個其實就是 我們的西北區 西南區 是Liverpool的 在這樣重點發展之下 尤其是翌日 在2026年 我們會有一個新機場 如果你在那附近 在它未真的 已經發展到很蓬勃 是很蠢 之前 你可能可以考慮 在那裡投資 但那邊的基建 是怎樣呢 例如會不會有什麼公路 我們剛才不是說 有一個機場 是 它在一個地方 叫Bajory Creek 亦都用了我們澳洲 第一個女飛行師的名字 叫做Nancy Bird Walton 的名字 來去明明 你想想 如果BB都未出生 甚至乎未懷孕 她已經可以想定 這個名字的話 她是很重視這個機場 已經改定好名字 對 改定好名字 好了 說回來 建一個機場 當然有它一定的設施 但也不夠 它在一個 完全遠離開了我們的地方 那些人是怎樣去發的呢 那當然就會想到很多公路 新的公路上的配套 那也都在公路附近 就開始會有大型的發展了 那如果你是朝著這個方向去 去做你的投資的一個指標的話 可能都會很理想的 那這個地區 你會去認識的市中心 是否緩慢 相對上會緩一點 但如果我們算一下 當你在Hornsby 去一個city的central 50分鐘 是 但如果我們去西北區 去西南區 可能都是50分鐘而已 那遠了一點 但是你會節省很多 譬如我們用數字來對講 如果我要在西德尼的市中心 买一个一房 或者在北区买一个一房有车位 可能也有九十几万的 当然是说买得好的 是说新的建筑 如果我一百万的一半 我就可以买到同样是一个很英俊的一房 加上车位 而且附近也有配套 购物、教育、医疗都不会受到影响的时候 比起我现在上班可能多了20分钟 一般人上班可能30分钟左右 如果我多20分钟 但我省了五十万 所以这条数据也是算盘来打得响的 你也提醒了 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多人要上班 我知道他们也要上班 但很多时候可能都变成在家里工作 是 如果大家可以再提醒在这附近 或者我们日后新的生活风格 可能很多人是从家工作 是吧 也会 他未必一定要去西德尼的CBD上班 他可能是在Parramatta上班 或者他在西南区、西北区上班 你反过来 如果我在Liverpool医院工作 或者我在Parramatta上班 你告诉他 Chatswood很便宜租金 反过来他会觉得 为什么住到这么远 所以主要是看看你的生活模式 哪个地方是适合你的周遭的环境 你来到去因应究竟是远还是近 而且那边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机会 是的 我也问过了 到底那边的配道是怎样的呢 会不会有些大型商场呢 如果我们先说西北区 Penriff大家是很认识的 亦都有一个Metro出现后 价钱也上得非常多 反过来我们觉得现在 是在西南边是一个投资的空间 是 因为它是刚刚开始了 亦都有大型的商场 亦都有医院 亦都有例如Westfield 亦都有齐勤 亦都有学校 亦都有大学 亦都有TAFE 再加上如果它一定要出来市场的话 亦都只不过是50分钟而已 不是真的差很远的 好啊 那如果我买来了 我不是自住 我贪心点 又想放租的话 有没有市场呢 绝对有 因为 好像刚才所说 在那边工作的人是有的 再加上不要忘记 我们要建计机场 建计机场的建筑人士 或者是很大型的 你有没有认识 现在不是有个Green Square 在我们现在的机场附近 出现了Green Square的位置 是 其实那里以前是很多汽车修理厂 或者大型的物流公司 为了汽入政府这个Green Square的建筑 政府愿意给他们一笔钱 希望他们移洗了他们的工场 货仓 并去到了较近日后的Bajury Creek的地方 到时这个机场是24小时服务的 因此很多Logistic Company 他愿意在那边来出货入货 就会省了很多时间 在推算上 有一间公司叫做Urbis 是一个分析公司 他们分析到 接下来的这个地区 西南区 会有2万9千个人口的增长 如果你在那里有一个物业 当它是低价位的时候 你买入了 然后让它慢慢慢慢成熟 你拿来放租 哪怕会找不到住客呢 没错 有时买房除了自己自住之外 也会考虑一下 对时会不会将来放租 因为可能会搬 所以有一个租客 有些稳定的租客 其实对业主来说 都很重要 很重要 好 今天跟Pak你聊完之后 我们又到下一个环节 好 就是乐区体盘 yes 如果我们投资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都会 跟我的朋友说 你一定要注意 PIE Population Infrastructure 和Employment Employment 是说Employment的Growth 就是说 不是它原有的东西 而是它究竟有多少的增长 就算是人口也好 也在说有多少的增长 那于我们从 Employment Park 这里看回头了 除了在大学 他们会再增添 很多的 Facilities 原来Employment Shopping Center 还会加建 如果你想想 在2024年 当地铁的Stage 2 开放了之后 它离开Chashwood 只不过是两站资格 有哪一个区 是可以一个区里面有三个地铁站的 你想想这里 Macquarie Park Macquarie University 和North Wright 就是这个区三个地铁站 如果你说Business Park的话 有很多大型的机构 都是在Macquarie这里做他们的Head Quarter 大家都应该会注意到有3M Foxtel Optus Johnson Johnson Fuji Xerox 还有汽车的Hound 都是在这个区里 你会看到他们的Head Quarter 除了有商业之外 也有很多小学 中学 如果说Relaxation的话 这附近也有几个Golf Club 刚才说到人口增长 如果你看一下 在Macquarie Park这个地铁站 它比起Chashwood 比起其他的北区 他们的人口增长率是最高的 你会说 这里当然了 很多学生 那会不会 如果学生不在这里的时候 怎么办呢 大家都很明白 我们是经历过 当然Covid-19是带来我们有一些Head Quarter 但是现在 基本上很多Apartment 都已经找到他们的租客 因为这里始终会有很多学生 也有医务人员 想住在附近去找屋 除了在Covid-19的时候 给到我们一些Head Quarter 原来在Macquarie Park 这里的租金是最稳定的 因为他们有一租 可能就会租两三年的学生 或者在这里就业的话 也都不会想愿意转工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图的话 你会看到两房 原来是很好租的 做Real Estate Agent 售后服务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有很多朋友 就如他买完他的房间之后 可能他会想找你问下 Strada为何这样收钱 为何这里又会有这类的账单 可能他们来说 会有很多很琐碎的东西 是不明白的 但在于我们来说 是真的很想为他解释一下 令到他感觉到 我买了这里真的好开心 或者我发现到还有些疾病 有些问题 我应该去找哪一个 我们都会很乐意去告诉他 因为我们在买卖之间 可能经常会和他有沟通 往往都会变成了朋友 你又怎样会不帮你的朋友 所以对于一个Agent 来说 他的责任何时远 我不会觉得有哪一天 责任是可以完的 你给我找到 我叫你老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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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